大家好,这里是律政悟空IFU 今天是2020年6月29号 在昨天呢,郭文贵和SV公司 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人之间的一个诽谤诉讼案呢 已经有了判决 那郭文贵和SV公司之间呢 有两个案子 最早的那个案子呢 是郭文贵以他的公司 就是Eastern Profit Corporation Limited 这个公司的名义起诉SV公司 这个涉及到他郭文贵委托SV公司 去调查在美国的一些人 后来这个合同呢很快就破裂了 然后郭文贵就起诉了SV公司 所以这个案子呢 它是一个合同的纠纷案 这个案子是在联邦法院起诉的 联邦法院的案例呢 如果不花钱的话是看不到的 当然这个案子也并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重点是郭文贵他在就这个合同纠纷起诉SV公司以后呢 他认为SV公司以及相关人透过媒体以及社交媒体 也就是网络发布了一些他认为对他构成了诽谤的一些言论 那么在这之后呢就有他在纽约的州法院提起的这个诽谤诉讼 而纽约州法院他的诉讼案例呢都是免费公开的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24页长的判决 他的原告呢就是郭文贵 被告呢是一系列 首先是SV公司 其次呢是Dr.Walter博士 这个就是我们在推特上可以看到的 还有SV公司的Walter女士 这个应该就是图中左边这位女士 那右边这个呢就是Dr.Walter 这个是郭媒体的报道 那这两张照片呢 我估计是这两位 他们在出席有关SV案的deposition 就是法庭制证的时候被拍下来的 除此之外 还有华尔街时报的记者 以及SV案的律师 都是在被告席上 这个判决呢 他是针对这些被告 他们所发起的一个动议 而这个动议是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 是针对被告的这个动议 做出的一个裁定 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裁决的结尾部分 那因为这个案例呢是有多重被告 所以结尾部分呢 法官是针对每一个被告 他的这个诽谤罪名是否成立呢 是逐一判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这个判决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个就是 Order that the motion of the defendant's strategic vision USLRC 就是这个SV公司 to dismiss the complaint herein is granted 也就是被告 SV公司他要求 驳回原告诉状 他的这个请求呢 是被接受了 他还强调是针对这个被告 也就是SV公司的全部的起诉内容 都是被驳回的 而且呢 呃 原告他还要承担整个被告起诉的这些成本 网上热炒这个案例的一个焦点呢 就是被告之一 Waller博士 他是在媒体把郭文贵说成是spy for the CCP 也就是为CCP服务的间谍 一般认为因为郭文贵他针对Waller博士的这种说法呢 而提起了诽谤诉讼 而这个诽谤诉讼呢 现在又被法院驳回 所以呢 就顺理成章 可以把郭文贵叫做是为中共服务的间谍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仔细去看一下 这个驳回的理由是什么 以及这个判决当中的一些其他因素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他的事实陈述部分 法庭对于原告郭文贵 他的一些说法呢 他仍然用的是 Allegedly 也就是法庭对于原告郭文贵的很多说法呢 他是不置可否的 比方说郭文贵 他是不是就是以受到政治迫害为名义 逃到美国 他的这个身份呢 他还用的是 Allegedly 也就是你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郭文贵他所说的 就是说当初他请SV公司去调查 他是 Allegedly hired to identify evidence of money laundering by the CCP and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他说郭文贵委托SV公司去做的那个调查 郭文贵方面 他说这个调查的目的呢 是为了获得 中共和中国高级官员的洗钱证据 那么法庭对于他的这个说法的显然也是不置可否的 我个人觉得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 Wallup夫人和Wallup博士据说他们都是有特工背景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案子里会不会也是向法庭呈递了一些 也就是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 就类似于像John Bowden那个案子里面 白宫也是向法庭提供的一些机密信息 用于对比 John Bowden在书里面批斗的内容 然后呢法庭通过对比的认为 John Bowden他批漏内容呢 仍然涉嫌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所以我相信在SV案背后 可能法庭也看到了一些机密的信息 比方说那个把英文的法律单词弄得猴吃麻花满拧的朱万利 他就在网上公开披露 说郭文贵请SV公司调查的人的名单里面呢 有令完成 那我们知道令完成逃到美国已经是N多年前的事情 那么调查他对于收集中共他的洗钱证据 这个呢似乎关联性就是扯得有点远 所以他真正调查令完成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他这个调查令完成究竟是为谁服务 这个呢确实是引人猜想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这个自称是十岁反革命的朱万利 你是怎么获得这个从法庭文件里面看不到的这些机密的 另外他最近也一再强调 他是知道一些关于郭文贵案子的机密 他不能泄露 所以你这些机密是哪来的 如果不是中共给你喂料的话 那你是从哪来的呢 另外多说一下这个朱万利 他对于细思起诉郭文贵的那个案例呢 他说既然被法庭接受了 所以这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就没有了 所以下面就是见证中共草包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细思起诉郭文贵这个案子的法庭记录里面 他提交的这个起诉书的status也就是这份起诉书的处理状态呢 仍然是pending也就是待审核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一下 他这份电子提交的起诉书最上面是有一个红字 他说的是 也就是这一份文件还没有被法庭的书记员审查 在这个文档的下方的红字标识部分 他也进一步说明了 也就是法庭的clerker 他是有可能是以virus reason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去驳回一个电子提交的文档 当然这个驳回呢 并不意味着整个这个法庭诉讼程序就失败了 后续你可以补救 回到郭文贵和SV案之间的这个诽谤案的判决 那这个案子实际上和郭文贵和SV之间的合同纠纷案是高度紧密结合的 那我注意到在这个诽谤案的判决书里面 他就有提到就是在那个合同纠纷案里面 SV公司是有反诉郭文贵方面 而这个SV公司的反诉动议是被法庭驳回的 这就意味着郭文贵起诉SV公司的合同纠纷案 在联邦法院的眼里 他至少没有否认郭文贵起诉的合理性 当然也没有认定合理性 也就是郭文贵起诉的这个案子可以继续往下走 而后来郭文贵起诉SV案的这个诽谤案 他提交到纽约州州法院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判决结果 这个案子基本上就已经是止住了 那在这份判决书里面呢 他也引用了就是被告之一 Walter博士 他对于郭文贵在网上所用的一些词 包括Fraud Abuser 还有Fony Sac Liar 或者是Spy for the CCP等等 昨天我注意到细思在看到这个判决书这一段的时候 我感觉他是有点神色有变化 因为纽约州州法院 他对于郭文贵博士 对郭文贵所使用的这样一些词汇呢 显然是没有判罚的 而细思他同样是在纽约州州法院 提起了对郭文贵的诽谤诉讼 那么这个已经结案的案例 肯定会被郭文贵方面拿去 用作证明郭文贵对细思所用的那些词呢 不构成诽谤 所以对于细思来说 他需要找到这个案例 和他起诉郭文贵的诽谤案 这两个案之间的实质性的差别 好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我现在已经录了超过10分钟了 所以呢我先告一段落 然后我待会呢再继续进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分享我的视频 好这个视频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待会再见